大家好 我是Roe 今天带大家要来看一个墨尔本最值得期待的公寓项目 为什么说它值得期待呢 因为在这个公寓项目里面 由世界顶级的酒店 利斯卡尔顿酒店进驻 相信很多人都有所耳闻了 那就是USI Place WSP这个项目了 目前我们就在这个公寓的脚下 它仅邻着Suncore Station 也是在Spencer Street这个街上 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的 既有我们常用的本地的超市coast 也有我们华人非常喜欢的亚洲超市 生活可以说是非常便利的了 那么这样一个由世界正要名流 都非常喜欢的利斯卡尔顿酒店进驻的公寓项目 到底长什么样呢 跟我来一探究竟吧 那我们知道整个SSP这个项目 它是分成四栋的ABCD四座塔楼 我们可以看到AB栋就是旁边的两栋 基本上在今年到明年就会陆续交割了 而在它旁边的就是我们正在盖的C栋和D栋 预计会在2022年底到2023年陆陆续续交割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Whatside Place这个项目的正门口 这个项目呢总共分成四个塔楼 我们前面也有提到了是ABCD 在这个项目里面啊 除了我们所知道的利斯卡尔顿酒店 会入住在我们的A楼的顶楼以外 在我们的C栋楼下还会有非常著名的Dose 地盛酒店入住 那么在这样一个项目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世界级的酒店进驻 也逐渐这个项目的品质有多么好了 那我们首先进入到Lobby里面呢 可以看到一条非常长的一个艺术长廊啊 那这个呢其实以后将会是店铺 因为现在因为疫情的因素还没有进驻进来 所以呢它现在是邀请了当地很多啊 非常有名的艺术家在这里做了这样艺术长廊的这样的一个样式 让大家进来的话呢也不会觉得很枯燥 反而会觉得非常的有艺术气息 啊还很享受 那这个公寓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一起跟我来看一看吧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WSP这个项目17的设施所在的地方 这个楼呢因为住户是比较多的 所以它的设施呢总量也是非常的大 总共呢可以分为两层 主要是在六楼和七楼 当然高端的住户还有他们专享的一些设施啊 这个设施呢最主要的特点不是说在于它有什么 最主要的是它是把AB两栋连在一起的底座的面积呢 全部用来做这个基础的一个设施 所以它的设施的面积啊是非常的广的 在沃尔本所有的公寓里面应该来说是没有可以媲美的了 所以WSP这个项目啊 一期啊在设施不管是数量方面还是品质方面啊都是远胜于其他任何项目的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呢可以跟我一起来看一看 那一般的公寓项目里面呢有游泳池啊或者是桑拿房啊等等的都不足为奇 那这个项目的话呢除了数量多以外啊还有很多让大家感觉到非常惊喜的一些设施 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啊它叫Virtual Golf 我们可以理解成为是4D的高尔夫啊 这个设施啊在设计之初我们就有所耳闻了 整个呢是由设计师亲自去体验了非常多的真实的高尔夫球场 然后来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设施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Virtual Golf Room里面呢 我们是不用戴上VR眼镜就能够去感受真实的模拟高尔夫的一个过程的 那在我们的公寓楼里就有这个Virtual Golf以后呢 我们就再也不用去室外的场地啊不用管天气的原因 而且呢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和朋友一起来比赛哦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这个项目里面的电影院 说实话电影院的话在所有的公寓设施里面 已经算是非常高端的一个配置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WSP17里面的这个电影院呢是非常宽敞的 在周末或者是假期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约上众多好友一起来到这里来感受这个影院 这里的话呢就是设施里的Karaoke Room了 这种设施在公寓里说实话也是不常见的 目前在所有的市场上面可能就只有1到2个公寓项目是有这个Karaoke的 那对于我这样一个非常喜欢唱歌的这个麦爸来说啊 再也不用去专门去找某个KTV了 而是可以约上好朋友直接在家里就可以唱歌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WSP的两层的设施里面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由于AB洞的两个底座加在一起做成了两整层的设施 所以它的设施面积是真的非常的大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设施层呢都做了这样挑高的一个设计 它所以是相当于一个一层半到两层的这样一个高度 在一般的公寓里面啊一般是享受不到这样高度的一个设施的感受的 所以不管是在游泳池或者健身房啊 包括说我们的一些private dining room或者function room里面的这个感受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那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三房的一个户型的话呢 我们首先来到的是它的厨房的一个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从台面到墙背面的一个设计的话呢 全部都是采用了这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大理石纹 而且也是真真实实的大理石的一个台面 非常的扎实啊 所以可见它的一个品质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厨房里面的话呢 它的这个都是我们的标配 也就是我们的洗碗机啦烤箱啦 还有抽烟机灶台啦 这个都是我们非常熟知的标配了 那么在这个项目的高层里面的话呢 除了这样的标配以外 我们还会赠送内嵌式的一个冰箱 不是长这样啊 还会赠送内嵌式的一个冰箱 所以厨房里面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缺了 那在我们的厨房的设施里面呢 全部都采用的是西门子的这样的一个配置 从我们的烤箱到我们的灶台抽烟机乃至洗碗机 全部都是西门子的品牌的 那进门的右手边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三房的主卧 这个主卧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的大了 有一个标准式的浴缸 然后有两个水池可供大家使用 然后淋浴房这边呢也是整体的一个设计 非常的宽敞 然后进来以后就是我们的柜子的区域 在主卧里面啊尤其是公寓的主卧里面 能有这样的柜子的设计是非常非常少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的抽屉 还有隔间的一个设计 还有这个主卧的衣柜呢也是非常的大的 这个非常难得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床的位置了 采光可以看到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然后放一个像它这个的话呢是double到queen 如果硬要塞一个queen size也是没有问题的了 那这个户型呢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啊 就是一开门就可以看到我背后的这样的一个view 对于一个三房公寓来说 这个真的是最享受的一个地方了 就是有一个半开放式的阳台 然后可以看到水井和客厅联通起来 既保证了也光线的充足 又可以有非常开阔的一个视野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卫生间里啊 有两个不得不跟大家提一下的小惊喜 也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两个细节 那首先可以看到的呢就是我们水龙头的这个品牌啊 叫phenix 那这个呢是我们local里面的top品牌之一了 一直是致力于这样的水龙头啊管道啊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设施啊几乎是local非常喜爱的一个品牌 那么在我们的马桶这边的话呢 这个jibri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听过啊 那这个的话呢可谓是瑞士鼎鼎有名的马桶的一个品牌了 而且它专门擅长于做这种内嵌式的一些管道啊排水系统啊 所以我们wsp能够采用这两个品牌来做它的卫浴里面的一个装修 也是可见对于品质上面的追求了 背后的话呢是公共的一个卫生间 然后两侧呢还有剩下的两个房间 那这样的一个三房啊非常的宽敞 在整个墨尔本的市中心的公寓设计里面呢确实也是不多见的了 那我们转了一圈下来呢可以看得到wsp里面的公寓的品质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从内置的一个装修到它的整体的外观这样的一个设计都可以足见它的品质 这个呢是得益于它的开发商以及这个品牌所带来的一个价值的 目前一期是在今年到明年期间会陆续续交割 那么我们的二期以及三期的工程呢会在2023年陆续交割 目前还有一些非常不错的户型可供大家选择 大家想不想在这样的一个超五星级的公寓项目里面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呢